分析师说 对中国大陆首次公开募股IPO规则的全面修改 将吸引中国发展最快的公司上市 并缩短剔除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的时间 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 将首次被赋予根据市场需求 为其股票定价的自由 收入和利润等上市要求已经放宽 为来自新兴行业的公司铺平道路 这些变化于周五生效 标志着注册制的全面实施 新的制度使中国的监管机构 不再承担审查IPO的角色 将审查权移交给证券交易所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上海财信证券的分析师说 更多高质量的领先科技公司将在这里上市 在海外交易的中国公司将回归 所有这些都将成为A股 在岸市场长期牛市的驱动力 注册制将促进资本市场的更多投资机会 平安证券的分析师说 注册制将促进资本市场的更多投资机会 根据refinitive的数据 虽然去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筹资市场 但与在海外交易的中国股票相比 缺乏大宗的IPO 被认为是在岸股票长期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截至2022年的10年间 国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年回报率为3.1% 而大型科技公司则获得了惊人的收益 例如根据蓬勃的数据 在香港交易的微信运营商腾讯 在这段时间内获得了年均21%的收益 在线零售巨头京东自2014年开始 在美国进行存托凭证交易以来 年回报率为12% 自1990年中国股市启动以来 监管部门一直对IPO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 使用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等标准来判断申请资格 并对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设定上线 这种做法让阿里巴巴和腾讯等 最能代表中国新经济的公司望而却步 促使他们选择海外证券交易所进行发行 申望红元表示 对注册制将导致股票供应过剩的担忧被夸大了 因为IPO仍然需要得到交易所当局的认可 后者现在已经取代中国证监会成为主要审查者 申望红元集团在本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与此同时 监管机构在审查失败的公司方面变得更加积极 以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 根据申望红元编制的数据 退市公司的数量从2018年猛增到去年的50家增长了8倍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